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父母大学,我是彭凯平 现在咱们年轻人中间流行一个网络新词叫做佛系 大概是指一种无所谓,怎么都行,看淡一切,无依无求的生活态度 也就是我们父母亲经常抱怨的孩子做什么事情都不上心,不投入 这样的状态真的好吗? 我觉得拿来做自我调侃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年轻人,尤其我们的孩子们,过早到了上市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估计做父母的恐怕就非常着急了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沉浸其中 甚至达到一种无我两望,心无旁骛的状态呢 在这一集,为大家介绍一个与佛系相对的一个积极心理学概念 叫做伏流 它告诉我们,不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花的时间多,人越投入 真正的投入是一种澎湃的浮流体验 当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更频繁地获得浮流体验的时候 其实它更容易实现事业和人生的巅峰状态 1975年,美国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 西斯汀米哈尔教授曾经发表了他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报告 他对美国行业的领军人物,也就是做到极致的领军地位的那些人 包括企业家、运动员、作曲家、科学家 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追踪研究 从中他就发现,这些在自己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人 往往有一个共通的体验 也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 他把这个体验用了一个英文概念来描述 叫做flow flow的原意就是流动 所以有中国的心理学家曾经把它翻译成心流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翻译成浮流 因为flow、浮流、阴静、易静、神静 更接近我们中国文化的原意 这种积极的投入的浮流状态有什么特点呢 我个人把它总结为五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全神贯注 完全沉浸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之内 俘识了外在的环境的一些影响 第二点就是一种知心合一的体验 行动和意识完美的结合 达到了一种不由自主的 不需要有意识控制的一种动作的流创 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舒畅感 第三呢 就是一种误我两望的境界 自我的意识 空间的意识 实践意识暂时相适 此时不知是何时 此生不知在何处 感觉时光的流速 或者是分分秒秒 寥寥分明 第四种体验就是一种 驾轻就熟的控制感 对自己的行动有一种完美的掌控 不担心失败 不关注结果 体验的是自己行动的过程 感觉到每一个自己动作的 均确的反馈 第五种就是它的一种沉浸其中的感觉 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烦恼 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快乐和主动 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就能够感受到行动的快乐 完成之后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这种极致的沉浸体验 当然不光是只有成功人士才有 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孩子 其实也可以达到浮流状态 比如说你热爱学习的小朋友们 他做到了手不识转 就是一种沉浸体验 热爱工作的白领族 喜欢做自己的工作 那些想做家务式的家庭主妇 其实都可以进入到浮流状态 任何人只要能够全身性的 投入到自己的行动当中 集中注意力在具体的活动上面 有及时的反馈 有明确的目标 其实都能够达到一种浮流的体验 这种体验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2007年的夏天 我曾经受邀去西藏 参加一个学术活动 在忙碌的讲学完成之后 我抽空去看了一下 我们藏族同胞心目中的圣地 布达拉宫 那么实时防风 随着人流 我慢慢地向出口走过去 就在这个回味之尊呢 我默然回首 突然看到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场景 在拉萨的南天白云之下 在落日的光辉灿烂之中 在布达拉宫的白墙金锦的燕照之下 一个穿着棕色身袍的老生 不放不忙的 慢挑势力的扫着地上 那些游客撒下的无数的钱财 满地的金钱 对于这位老生来讲 犹如尘土和垃圾一般 当时这个感觉 让我心中发紧 让我嗓子发干 让我的眼泪都情不自禁快流出来 就是有一种瞬间产生的 压倒一切的敬畏 同时有一种暖流 从头到脚 全身舒泰 顷刻之间 我师父都觉得自己找到了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它不是金钱 权势 地位 而是一种心灵的敬畏 一种淡定的安详 一种极致的快乐的状态 这样一种奇妙的体验 让我当时沉浸其中 兴许若狂 如痴如醉 欢乐至极 这就是我说的浮流的体验 这种体验 就是一种真正的沉浸其中的 投入体验 其实在我们人类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间 有好多的思想家 哲学家 宗教人士 谈到过这种奇妙的体验 这种体验在我们中国 也有人描述过 这是著名哲学家 在南花经中间 谈到的袍丁解牛的故事 袍丁就是一个屠夫 但在做自己 特别喜欢做的工作之中间 就产生了一种沉浸其中的浮流 原文是这么说的 袍丁为文汇之解牛 守之所处 兼之所以 足之所立 欺之所依 欺然响然 诸刀赫然 目不中阴 何于伤灵之物 乃众精手之慧 这什么意思啊 就说袍丁在为文汇之解牛的时候 他手碰到地方 他肩靠的地方 他脚顶的地方 他膝盖碰到的地方 每一次碰撞都有声音 每个声音 居然像音乐一样的动人 每次碰撞都有动作 每个动作 居然像跳舞一样的优美 这就是我们说的 沉浸的浮流体验 文汇经当时看了以后啊 彻底被我们 这位袍丁解牛的状态所震撼 他情不自禁地问袍丁 你怎么做到如此的出声入化 行云流水 袍丁的回答是什么 三年前解牛 我眼中只见牛 三年后解牛 眼中无流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三年前 他在斩牛的时候 他关注的是任务 目标 追求 但是三年后解牛 所有这一切 对他来讲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 沉浸其中的一种浮流体验 这就是我们说的浮流 它对我们的价值 意义和作用 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 超越佛系 不上心 不用心 不专心状态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 多多感受到 这样一种沉浸其中 窝两望的浮流状态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 打得天黑不想回家 为什么有些老人 打麻将打到半夜 不愿意休息 为什么跑马拉松的人 能够沉浸其中的 专心自治 为什么Michael Jordan 和Cobie Brane 在回忆自己决赛时候的 决杀投篮的时候 都会说出来 这样一种 绝妙的一种体验 就是因为 只要我们全身心地 投入到自己 想做的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产生一种 极致的浮流体验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是能够 专心 一定能够成心 一定能够尽心 具体到我们在跟孩子 相处的时候 在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 其实与这样孩子 花了很长的时间 做件事情 还不如让孩子 静下心来 沉浸到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过程中间 达到了一种 极致的浮流状态 那么怎么样我们孩子 能够进入到 这样一种 沉浸体验状态呢 我根据 米哈尔教授的相关研究 谈谈我自己的一些 建议和看法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浮流的沉浸状态 有些什么心理的体验 和感受 首先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行动和意识 要完全地融合起来 一般来讲 孩子年纪小的时候 注意力是不可能 完全集中的 很多孩子在教室里头 虽然看起来在听课 虽然好像是一动不动 可他一定是思绪万千 飘游不移 所有的心思 都不一定在自己的课堂上 也可能在教室外面 也可能在昨天的事情 也可能在放学之后 和朋友一起打球 一起吃饭 一起娱乐的事情 咱们中文把它叫做 心缘异马 也就是他很难集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浮流体验就很难产生 所以让我们孩子 能够专心自治 首先应该让他 集中注意力 在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之上 第二个特点 就是一定要排除 繁星式的干扰 如果演奏家 在演奏音乐的时候 分心的话 我们肯定是很难 进入到浮流状态 如果我们在考虑 自己的财务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很可能 敲错音符 在紧张的足球比赛中间 如果我们的运动员 因为跟女朋友分手 而焦虑的话 他就不可能投入到 快捷柱的竞技比赛中间 浮流它是一种注意力高筑 集中于当下的结果 它需要我们摆脱 日常生活的焦虑 烦恼 恐惧 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伤害 第三个 不要担心失败 有些人把浮流状态 描绘为一些 近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但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对这种事情 有完全的掌控 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考虑可能的失败的结果 一旦你分心去考虑结果的话 你反而可能会失败 反而会引起你的焦虑 紧张和恐惧 有可能把你拖出浮流的通道之中 失败之所以不会成为 干扰我们的问题 是因为在浮流状态下面 我们清清楚楚知道 我们在干什么 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 也完全有一种信心 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 做得完美 因为我们能够做的 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 第四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 就是忘却防御性的自我保护意识 人是有一种群聚性的需求的生物 他人的关注对我们来讲 是特别重要的一种适应生成的策略 因此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特别在意身边人的看法 想法和评价 随时随即的根据别人的反应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意念和行动 担心别人的嘲笑 侮辱和伤害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一种保护机制 这个保护机制 很难让我们放得下 很难让我们沉浸其中 我们担心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我们担心自己的行为 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种忧心忡忡 就不可能让我们全神贯注的 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会阻碍我们进入浮流状态的一种体现 这种忘却防御性的保护自我意识 不是说我们没有自我意识 在浮流状态下 我们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的 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掌控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人力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目标 只是不是那种保护性的自我防御 我们可能还会觉得自己 有一种达到了自我的边界的状态 有一种升华超越自我的感受和体会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能够达到一种误我两望 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 觉得自己和音乐融为了一体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自我 是自己和音乐融为了一体 足球比赛的运动员 觉得自己成为整个团队的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一种团体和自我意识的完美融合 小说的读者 在读特别精彩的小说的过程中间 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 沉浸其中 这就是一种误我两望的境界 并不是说没有自我意识 而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升华和超越 第五个判断浮流状态的标准 就是一种时间的扭曲感 过去很多人认为浮流状态 就是我们忘掉了时间的流逝和飞翔 事实上这个说法还是有些片面的 日常生活中间 我们确实有的时候 容易忘掉时间的飞逝 在我们进入浮流状态的时候 在我们跟家人谈心交流旅游的时候 在我们比赛的时候 在我们专心自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忘掉了时间 忘掉了空间 忘掉了自我 好像时间突然就会偷走了一样 让我们觉得瞬间就过去 但是浮流我们现在发现 也有一种时间的慢慢流逝的感觉 特别是对一些优秀的运动员 在他们做一些特别快速的行动的时候 比如说跳水运动员 瞬间完成一个动作 其实在浮流的状态下 他感受到了分分秒秒的存在 普通人觉得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讲 可以活出一分钟的感觉出来 所以真正的浮流 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飞速流逝 同时也包括时间的分分秒秒的感觉 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在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其实感受到 每一个动作的精确的反馈 每一个动作完美的体验和体会 所以时间扭曲感 既代表时间的飞逝 也代表时间的慢慢的体验 第六个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浮流状态的心理感受 就是活动本身 就是我们行动的目标 很多人产生浮流体验 是因为他就想做这个事情 而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也不在乎最后的奖励 更不在乎结果的好坏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 行动就是我们最好的奖励 做这样的事情 只要做了 目的就达到了 只要完成了 感觉就会很好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外在的追求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的感受 这是我们说的 对付佛系 对付孩子不上心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意识到浮流的存在 以及他的美好的体验 上集的分享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集呢 我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我们的父母亲 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来设计出 让孩子能够产生 浮流状态的客观外在条件 也设计出